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羽翼之兔 那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之前有說過用 這套軟體PIC 去做成 動態的影片 那麼今天會說到的是 這個東西在 FB啦 IG啊 IG 這個IG 上面也是可以通用的 那會教大家說 怎麼樣把它分享到 IG裡面 還有FB裡面 那是非常簡單的 那 避免新同學沒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那我們再說一次 利用這套軟體 然後 做成動態的圖片 首先 我們必須在瀏覽器裡面 去下載動的圖片 可以在上面搜尋動圖什麼之類的 它就會出來了 或者是QQ表情都可以 那去搜尋然後去下載下來都可以 那就開啟這套軟體 那 那麼這是我之前做好的晚安的部分 那 為了 讓大家知道 那我就先打擦 我們重新再來過一次 呃 使用自有拼貼 然後加入圖片 然後 呃 再登錄的部分 然後 找到 這個 這些會動的 這些 OK 然後 你可以去選擇你要幾張 你要單一張 兩張 三張 四張 五張都OK 然後 就點擊 然後 你可以加入上面的文字 呃 貼紙跟更換背景 那 它這個 APP的缺點就是 它的中文字是沒有辦法換字體的 OK 那我們就打測試 OK 那它 出來的圖片就是會這樣子 那我們先完成 呃 等一下 你還可以 換背景 跟小小貼的話是你必須看它的廣告才行 那更換背景就一樣了 就是它的背景 隨便你去挑一個 OK 那我就按完成 有人說你就直接可以在這邊做分享 oh no 因為分享它 是有問題的 它 不 不給你分享 欸這個可以 IG它可以直接就從這邊分享 OK IG它可以直接從這邊就 分享 那 就可以分享出去 然後 FB 它也可以直接在這邊分享 好 那所以就只有LINE它不行 LINE LINE的話它要直接儲存 OK 捨棄掉 看一下 呃其他LINE的部分 嗯 因為它有在更新的 所以 之前是不行的 搞不好現在是可以的 來試一試看看 來試一試看看 穿這兩天式 你看 一來它就不行 所以LINE的話你就必須先儲存 儲存它 然後按 儲存 OK 然後 按 按 這邊 因為我是用酷木糯米的 所以 正常來說這邊是一個加 然後選擇影片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去選擇這個影片 然後它就會出現了 OK 那還有 如果你不是用這套軟體 去 去做的那個影片的話 那你要怎麼分享到IG 那很簡單就是 你找到你的圖片庫 OK 然後 找到你的影片 因為 因為我一樣是用這邊的 來做示範 因為我沒有錄其他的影片 OK 那 方法是都一樣的 找到你的影片 然後 下拉A 點 點它 然後看到這一個 三角形的一個 然後你就點它 然後 往下拉 有分享到LINE FB 然後 還有IG 你就可以直接再這樣分享 然後 就可以直接這樣分享到 IG裡面去 然後 今天的教學 就到此 結束了 那 也希望大家 多多的 Follow 羽翼之兔 然後給我留言 訂閱 那就謝謝大家囉